导弹专家 希特勒最后的希望1945年初 盟军从东西两面攻入德国境内 并很快占领了德国大部分地区 希特勒在盟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并不甘心失败 还要赋予顽抗 他除了命令一部分导弹专家继续进行导弹试验以外 还将大部分导弹专家集中于德国中部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巨大地下兵工厂 让他们改进喷气式战机的发动机 并准备批量生产长14米 重达13吨的V-2导弹 可是不久 盟军就摧毁了这座深埋在地下的兵工厂 在这之前 导弹专家们大多逃离一通 隐藏在这一地区 德国投降后 美军第一集团军占领了哈尔茨山区的绝大部分地区 但是这一地区被化为苏军占领区 美军最迟必须在1945年6月1日前撤离 也就是说 这一地区的导弹专家将落入苏军之手 美国政府意识到德国科学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谁拥有他们 谁就将在战后军事领域战有先机 美国政府怕苏联得知情况后采取措施 也怕国内民众反对把纳粹分子带回美国 便把这项计划列入高度机密 300万人中搜寻德国导弹专家 5月27日 美国情报指挥官托夫托接到美军总部命令 从图林根找出并带回所有德国导弹专家 图林根地区面积广达12万平方公里 其中包括哈尔茨山区 托夫托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美军少校斯达弗领导的科技情报分队 面对广袤的图林根 斯达弗为难了 据苏军接收这一地区仅有4天时间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从300万人口中找出所有导弹专家 并把他们转移走 除非有奇迹发生 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还有更明显的困难 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些导弹专家既没有任何政策 也没有承诺为他们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或美国提供永久性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找到一些导弹专家 他们及其家人也不愿意背井离乡 恰在此时 一个对斯达弗有利的传言 苏军在柏林和德国的其他地方犯下了许多暴行 在图林根地区传播开来 引起很大的恐慌 许多人想摆脱苏军的控制 试图逃离自己的家乡 接着又一个好消息接踵而至 通过盟军高层领导之间的交涉 苏军将推迟三个星期占领图林根地区 120名导弹专家撤往美国后来 有三名迫切希望逃离苏军控制的德国科学家 愿意为斯达弗提供帮助 他们为斯达弗拟定了一份 住在图林根的导弹专家名单 斯达弗让这三名科学家 每人陪同一名美国司机 和一个认识导弹专家的本地人 组成小分队 带着名单分头开始寻找 找到导弹专家 并使他们同意撤离 仅仅是斯达弗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把他们及其家人 送到哈尔茨山区的诺德霍森 从那里乘火车到美军占领区 120名导弹专家 分散居住于图林根的每一个角落 要将他们运往诺德霍森集中 还需要有大量的运输工具 斯达弗向住在这一地区的美军 联合总部求助 成功地搜集到326辆各式各样的汽车 随后 美军士兵驾驶着吉普车 踏车 轿车 战车穿梭于图林根的各个地区 连续不断地运送导弹专家 6月20日中午 120名德国导弹专家 全部集中于诺德霍森车站 他们十分焦虑 因为苏军在24小时之内 将到达这一地区 人们沿着铁轨排成一条长队 等待着火车的到来 可是火车一直没有出现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直到下午6时 远处才出现了一簇黑烟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欢呼声 十几分钟以后 满载着德国导弹专家的列车 缓缓开出车站 向诺德霍森西南 64公里美军占领的小镇飞驰而去 此时 距苏军到达仅有6个小时 9月16日清晨 灰色的美国运兵船阿根廷号 驶进了纽约港 船上除了几千名回国的美军士兵外 还有120名德国导弹专家 战后 这些德国导弹专家在核能科学研究 航天科学发展等方面贡献很大 他们使美国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优优典台